一、二、三 大好きです 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 哈囉大家好我是黑佳佳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再次邀請到瑪莉亞獎 來參加我們的特別企劃 大家好我是阿芙瑪莉亞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裡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和我們一起成為為奇人喔 瑪莉亞獎在上次就是結束之後 還有繼續上課嗎 好像是老師的APP有一些狀況還是什麼 我們後來做一個更新的版本 對沒錯 然後後來開APP的時候要登入自己帳號 然後我忘記我的密碼是什麼 然後都沒有記在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 但是今天的話 因為今天有一個關於他們的提法 所以我特別看了七零碗 然後看到十二集 看那十二集 我想想十二集應該是到 他去念海王中學嗎 對他已經變高中生了 中學生 好我大概知道是兩人類 很前面對不對 對還蠻前面的 那一開始 因為他的畫風比較像男生看的漫畫 所以一開始真的是 為了黑佳春 然後就這樣 然後一直唱一直唱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會睡覺 這樣 所以你睡一覺醒來 他可能之後就變成怨聲了 對沒錯 再睡一覺他就變成直接起床了 所以我就是逼自己 不是逼自己 怎麼講那麼對 就是有認真地看一下七零碗 那小豬家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 我們今天的特別節目叫做 一日木頭大法官 木頭 老師知道木頭是什麼意思嗎 分開 木頭 木頭的意思呢就是 他是在比喻一個人在戀愛的關係中 反應相對遲鈍且不太體貼的意思 然後他的特徵就有 第一個是話題終結 然後第二個是 反應遲鈍 第三個是 腦袋比較不靈光 これは偏常漫畫的男之久會出現的症狀 那本次的木頭大法官呢 將交由兩位老師評判 阿公是不是一個愛情的大木頭 喔 大木頭 兩位老師左上現在都有一個圈插牌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看完 一個影片片段之後呢 我們要請老師在數到3之後舉開 那如果老師舉的是圈 代表你們認為阿光就是一個木頭 然後我們阿光的木頭值就會加2 那如果只有一個人舉圈就是加1 那如果兩個人都舉X就是加0 代表說阿光不是木頭 有成功接到球 再後我們會統計阿光的木頭指數 木頭指數高於7分 代表阿光確實是個大木頭 對就是正名的那個粉絲的理論 那低於7分的話呢 就代表阿光是個正常人 喔 對 那如果不小心滿分的話呢 就代表阿光是個渣 你是個認真 認真下棋的 心無雜念 我很害怕其境萬粉絲 我已經前面就可能被攻擊了 我是個認真下棋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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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假的 如果有這種人在那裡 大家會笑的 那小女孩 你喜歡光的事 蛤? 你怎麼說的? 可愛 我覺得左偉好可愛 對啊 左偉嗎? 對,左偉 我覺得左偉好棒 你重點放左 哈哈哈 好,那我們321舉牌 好 1,2,3 我覺得女生好不容易鼓起勇氣 邀你去參加活動 然後你拒絕了 很不好吧 可是呢 我也是前面這麼想 可是後面看一下 Hikaru的臉 滿滿的腮紅 就是紅紅 就是臉紅起來 然後會那種 其實你意思是說他其實是想去 但他不好意思 對 所以他不是沒有發現他的好意 他就是害羞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算是木頭 我可能那一段重點放在左衛 我想說左衛好可愛 那哪一段呢 左衛的哪一段 你就陪他去嗎 這是什麼 正常對話吧 沒有你不覺得左衛好八卦好可愛嗎 那可能左衛很可愛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對就是前面是黑家家這樣講的那樣 可是Hikaru後面 就是看前面那個狗狗的畫面 然後聽了這些對話的話 我也覺得 嗯?Hikaru全部對 可是後來看一下Hikaru的臉 就是有一個害羞的樣子 我覺得Hikaru其實是給到他的好意思 只是他不好意思 對對對 那我們來看第二片了 我搞錯重點 阿瓜是不是木頭第二隻 BIN Action 那我可以討好嗎 D BIN 我 是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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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筒姿? 這是什麼男生的三角關係? 其實你們竟然也有這個原詞 是這樣嗎? 我們三個一舉牌 好 3 2 1 請問 就很明顯 不知道是LOVE還是LIKE 他實際上對Hikaru很有感情 但Hikaru完全是沒有見到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 還跟別的男生講什麼東西 然後還完美 我想說如果這個是故意的話 太渣了 所以希望她是木頭 但因為我會覺得他史亮很單純的 只是想要跟靜藤光下棋而已 因為靜藤光知道自己的棋力 跟他史亮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他還不願意跟他下棋 所以拒絕了他 想想說等到他棋力有提升之後 他想再去跟他史亮下棋 其實我們一起的故事 看就應該是這個想法 然後當作一個什麼卡通 看就有這個意見 那小豬就要認為大部分的粉絲 應該是看到了跟瑪莉亞講 會不會 所以 太專業了 太專業了 就算了 很快 很快 一人一人捕まえた! ちゃんとここ打てるやつ! え? 本当? え? え? 誰? 誰? あなたここ打てるの? 打てるわよ 誰なの? あなたのお芦。 あなたはチャン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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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 あなたはいつもたくさんいるから あなたはあなたの挑戦を間に達します 要不是剛剛的第一感情 好 3 2 1 終於了 不要學我 我覺得 很明顯的木頭耶 還說抓著手 對 抓著手 而且穿得很辣的 不知道哪裡來的女生 那是運動服 那是女生是打球的 就覺得 這是因為明明就是小明 我是一直很喜歡 金田觀 然後還 就拉著他 拉著別的女生的手 而且你看小明 對 我一起一點都沒有興趣 還加入了 因為是你為了他加入為其社 因為我知道這個後面的下一段 是什麼 後面的下一段 學長有說就必須是男生的 社員才能夠參加 因為圍棋大賽是男生團體的下 然後阿光這時候就說 那把他打扮成男生就好 反正因為被長得很像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阿光對那個女生 是沒有任何想法 可是我是當前面 就這一段 而且小明真的很驚訝耶 你怎麼了一個女生 而且長得有點像男生的女生 而且穿得這麼少 什麼意思 他想讓我生氣嗎 他感覺很明顯是吃醋 就是你會下圍棋嗎 這句話講的就是 有種吃醋的感覺 如果自己是小明的話 不會吃醋嗎 我是小明的話應該不會喜歡阿光 我會喜歡他是這樣 OK 欸 下一個 欸 她很大了耶 欸 看起來好像大了 嗯 多耶 好 什麼啊 阿光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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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耶 謝謝老師先分享好了 就是很明顯小明 就是想要跟阿光多相處 對 就是投其所好 阿光喜歡下圍棋 所以就找他下圍棋 然後阿光竟然一口拒絕 但我其實可以理解 其實就是如果我隔天有重要比賽 我也不太想 他其實比較露人家 所以職業心態 職業心態的小明 但因為他拒絕得很過分 就是他說 沒空就是 也是一種 就是很 強烈的 表達不想要的一種感覺 對 我也是這麼想 如果是正常男生對小明有感覺的話 就是委婉的就是 啊 欸我很想跟你下棋 可是就明天有比賽 所以 可不可以 改天 改天 按摩是什麼 可以有這種修法 可是他完全沒有選擇這樣講 這完全是超級木頭 如果 如果 如果我是小明的話 直接生氣 你不敢我下棋 那我再也不跟你 一起 見面 我再也不理你了 對 我應該也是 那我們看最後一隻喔 喔看起來好像 更大 更大 好高喔 好高 好振動 好 算 Mitch 大哥 那 現在 明明 那 我 老火 我 天 可 不知道我應該要怎麼心情漢字一段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段是普通的談話 普通的談話? 對 這段怎麼了? 就是有一種曖昧的感覺 有嗎? 有嗎? 哪一句話曖昧? 我是奇怪的嗎? 我覺得你才是麒麟王粉 他們的對話 非常的 他實量對 Hikaru很直接 很有個手法 應該是說他對他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他以前 就是忽強忽弱 現在麒麟很強 因為他很弱 所以他想知道為什麼 只是 不是 應該是 沒錯 沒錯 對我來講 你們 國小就認識 然後長大 這麼久的時間 在一起 還不知道 怎麼上去的感覺 就覺得 金田光怎麼那麼木頭 他實現也是 從小就一直下棋 長大了 所以不知道 可能不太遲到談戀愛 所以不知道自己 很認真的投入在一起 所以不知道自己的這個感情是什麼東西 就是可能是很早就 開始談戀愛的那些人 會覺得這個就是戀愛的感覺 就是可能自己可以發現 可是因為他一直都是下棋 所以沒有發現自己的感情叫做什麼 但其實在這個片段他們 所以是一直在那邊 我覺得阿貝三有讓我們的奇林王變得更好看 等一下 我要講一下 在這個片段裡面 他們也才可能十五六歲而已 就是也還不到大學年紀 真的嗎 所以應該正常來講 那也是可能沒有談過戀愛 是 是嗎 不好意思 可能日本人比較早熟嗎 就是 對 我們哪怕郭小舅有一些有那麼的喜歡 不喜歡 在一起不要在一起 沒有嗎 嗯 我沒有 請問錯人了 好 經過我們製作單位 精準的計算之後呢 確定本次阿光的木頭職位 7分 認證木頭人 我們宣佈阿光為 那個兩位法官認證的木頭人 木頭人 Kids 木頭人 兩位法官的冠軍 那我們製作單位準備一些小禮物 然後祝那個 就是感謝阿貝上今天的到來的主要 新年節快樂 這是蒼蠅嗎 好 這是什麼 這是七分 你看這是十九路 還有前面嗎 這是前面嗎 這是前面嗎 這個是親日 很正月 這個是如果下期的時候 用哪一個橘子比較好 這個其實應該是一個裝飾品 裝飾品 謝謝 有些橘子有點小 雖然這麼這麼小 還有什麼叫光明 新年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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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嬉しい 你可以教我就是日文的情人節快樂 要怎麼講 其實呢 日文的情人節快樂就是 Happy Valentine 英文 因為英文 但是那些片家名 對 Happy Valentine Happy Valentine 我教你一個更好用的東西 叫 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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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跟我教我 對 沒錯 因為快要情人節了 所以要不要在心頭一起講 一二三大好きです 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 バイバイ イェー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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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然後也不要忘記 訂閱マリアちゃん的頻道 は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那我們下行課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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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